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点 叫做职业跟业余的差别 其实职业命理师跟业余 命理师他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所谓批命的方法 我们时常看到很多业余命理师 他批出来就一堆 他把他所有能够批的 他全部都批出来 所以你会觉得他的批的内容 满满满满满满 非常的丰富 什么东西都批到 可是职业命理师不是这样子 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区别 就是客人 客人 一般来说业余的命理师 他们都是在网路上乱串的 就是看网路 看网路命谈 然后练练手 然后看到有人留八字 他就自己的赶快去批命 而网路的客人 绝大多数都是没有需求的 没有需求的 他们的欲望就会很强 你批完了 他就会跟你讲 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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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一直给你要 那你当然 你就会一直批 一直批 一直批 因为你要应付他的需求 可是各位 你批的这么多的东西 你认为准吗 你只是满足你自己的成就感而已 虚荣心而已 实际上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批的准不准 只要人家跟你说谢谢 你就说准 可是实际上 你有没有去追踪 你所批的东西是不是对的 答案都没有 所以 都是批了就算了 所以会造成 这一些业余命理师 或者是业余的爱好者 他们总认为 我就要批的多很多很多很多 就代表我很厉害 各位 这是 一个他们最大的盲点 而职业命理师不是 职业命理师是 我今天花钱 我来找你 我想问你 他们花钱会来找我 他一定是有什么 这种客人一定是有需求 他一定出问题 所以我们是针对他的需求 我们不会批的 像那些业余命理师 都可以出几页书 我们不会 我们简单的讲 有的时候 根据他的需求 把命批完就结束了 可能十几分钟就结束了 批命批十几分钟就结束 客人觉得OK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 所以职业命理师跟业余命理师 他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批命的这一种的认知 我们是根据客人的需求在批命 而业余命理师不是 他是 要去应付客人的需求 因为客人没有需求 他的欲望是无限大 所以他就必须批很多 然后他就越学越多 可是他学的多 代表他很厉害吗 不见得 因为他有一个最大的盲点 批完了就算了 请问你在网路帮人家批命 你会去追踪吗 不会嘛 可是职业命理师 人家是付钱来给你的 你批错人家是会来找你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很多人在我底下留言那种批命 我看了我都不想看 你那个叫做八字幼幼斑 你那个就是在网路上练出来的批命 那个只能够针对那种网路上 我八字是什么 你帮我批 各位 你看我有在做这种情况吗 我只会说 我没有在免费批命 我批命要付费 还有我的影片内容讲什么 你给我留这个言 你有没有看影片内容 你根本不尊重你 我没有疯了你 算了 你走运 因为我不会做这种 免费帮人家批命的动作 我是职业的 我有我的专业价值 所以你要我的专业 你就要付费 这是很正常的 你去修车店 要人家帮你修车 你要人家专业 你要付费吧 所以命理也一样 所以当你的命理达到一个水平以上的时候 我想问你 你会免费帮人家批命吗 我才不干那种鸟事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专业就是要有价值 我只要一开放免费批命 我天天有批不完的命 我批了 二三十个 一块钱拿不到 但是我批一个命 3,600 轻松愉快 免费批命累也累死 他也不会让人家对我造成所谓的尊重 所以各位 这就是业余跟职业的差距 我们不需要你的 谢谢 我们要的是尊重我的专业 我的专业值多少钱 你就付多少钱 我不会免费批命 我针对你的需求帮你批命 而不是批了一大堆洋洋洒洒 到最后 你还不知道你明年发生什么事 后年会怎么样 大后年会怎么样 各位 这就是职业跟业余命理师最大的区别 职业命理师 处理客人需求 快很准 业余命理师洋洋洒洒 写了一堆 看似丰富 实则没用的批论 今天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帮忙吃点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